像这份文件呢 如果我们要列印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他没有页码 第一个这份文件并没有页码 所以页码就是说 今天如果一份文件只是单纯的一张 那就不用页码 各位知道什么叫页码吗 第一张的话下面就是一码 第二张下面就是二码 类似像这一种 所以页码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我们拿来 我们把一本书打开 应该会在这本书的下面 中间或是旁边的角落会打上 这是第几页第几页 没有这种页码 那如果今天我这份文件因为有8页 那么我想要把它加上页码 再做列印的话 不管你再不要列印 那今天如果超过了两页以上 其实呢我们就建议说你斟酌的情况 看需不需要页码 那如果要插入页码的话呢 那我们会请各位到这边来 到插入的标签点一下 你往右看就会看到个页码 页码 页码的话呢 你把这个页码在这里 页码你把它点下去 在这里面一般来讲 我们常用的页码都是放在底端 页面的下面 所以我们会请各位选页面的底端 各位看到了吗 页面的底端 这边 页面的底端 那页面的底端 你先放在这里之后呢 他会光是说把页码放在这个页码 放在这一页的下面就有好几种状况 各位可以看到好几种状况 有下面的左边下面的中间下面的右边 就如此类的一般页码我们就建议放在中间 放在中间 所以呢我们就选这个 纯数字 然后放在底端的中间就可以了 像这个 他他的位置就秀出来给你看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以你实际上的情况来选择 好 那我选下去之后呢 ok了 那这时候各位就会看到什么 看到他每一页下方会跑出这个数字 按数字呢 如果这是第一页他写一 如果是第二页就会写二 这边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边 我把它放大给各位看一下 怎么样 在这里 每一页的下面就出现这个数字 好 每一页数字会不一样哦 如果全部都是一那就不对了哦 嘿 他应该是呢 第一页就一 第二页就是二 第三页就是三这样子 再来他出现的数字呢 如果你显太小哦 嘿 他的页码 如果你要大一点的话 你要把它选起来 哦 你把页码选起来哦 嘿 不是这样删掉哦 也不叫你打新的哦 不对哦 你只要把它选起来就好 然后呢 我们会请各位去把它改大一点 如果你嫌页码太小的话 你可以把它设大一点 哦 那以后呢 他就那个页码就以你现在所设的大小 作为一个哦 这个显示这样子 好了以后啊 ok了哦 那这样的话变大了以后呢 我们再回到这个上面有一个页首页尾的设计 好 我们再回到设计这边按一下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插入页码的话 大致上的程序是这样子 最后呢 如果没问题的话呢 我们再按这个关闭啊 好 关闭这个页首及页尾 好 所以一般的话呢 我们这页首页尾最主要的就是要页码 好 各位可以看到 1 好 下页就是2 好 以此类亏哦 1 1 2 不对吧 他怎么全部都是1啊 是不是因为那个的关系 把它分节开来 哦 他把它一节一节分开来 如果没有分节 他就往下连 哎 我还把他分节 一节 我们这个节的意思上就是说 第一页跟第二页是互相独立 不相干的 所以导致有话 节跟节之间就分开 他就变成都是1 他跑不到2出来 我用另外一个例子 这比较特别 比较因为我们要设计 一般来讲 来我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就是第一页是100 好 那我们到下一页去的话 比如说下一页 分页 第二页 比如说200 好 我们简单的设计一下就好 分页 三页就好 看一下 好 那现在有三页 我们看一下 有三页 多一页新的 没关系 管他的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多一页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 刚刚做的动作插入页码 页面底端 然后按一下存数字 好 看一下 大一点 我刚才选大一点 OK 那我们按关闭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第一页 100是第一吗 那第二页的话呢 就是2 有没有 第二页的话2 那如果300是第三页嘛 就是3 如果400的话就是4 OK 因为他每一页每一页有相关联系 那刚刚我那个 分链那个什么 那个 合并分链 合并排链 合并列链 他把它变成一页 都是单独的一页 一解一解把它分开 所以他每一个 都跟上面没有任何关系 是独立的 所以 考不到第二页 那么这个 我现在做这个比较正常 是因为 我们一般的做的文件 通常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页码就会连的下去 好的 第一点 第二点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 页码之外 假设 各位呢 你们在列印的时候 那你希望说 每一页的 每一页的上方 每一页的上方 都要有公司的名字 就像各位呢 我们书本有时候打开 在书本的最上方 都会有个共同的logo 或共同的商标 或共同的名称 那这样子的话怎么做 这叫做页首 那这有时候不一定 每一份文件都会啦 那么我们跟各位讲这个功能 将来各位如果在公司 你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用这种方式 你希望每一页的最上面 都要有公司的名称 那该怎么做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叫做页首 那我就把画面放大一点 给各位看一下 好 那我们做一次 首先啊 你定位在哪一页 定位在第几页 其实都没差 因为呢 他这个页首下去 是每一页都一样有的 好 那我们做一次 你到插入啊 这个标签点一下 那么呢 我们到页首这边来 页首就是在最美 就是在每一页的最上方 啊各位注意一下 他这个页首会放在哪里呢 他这个页首会放在我们的边界 上边界的这个部分 上边界 好 所以你注意看一下 我现在选页首 好 选页首呢 那这边啊 上面这边他是一个线程的啦 他这有一些线程的 如果你觉得不要的话 你就直接选编辑页首看看 好 各位你会发现 编辑页首按下去之后呢 他这边就一条虚线把它隔开啦 有没有 然后上面游标是不是一闪一闪的 你会发现他就在边界上面 让你打字 他不会让你在边界内 因为边界内的话 本来就是我们可以打的 边界内是我们的文件的部分 那页首他是放在上边界的部分 那如果你他现在是靠左 如果你希望说你的公司的名字要放在正中间 字中 那我就把它字中 常用当中的我们把它字中 有没有 好在这边 那譬如说我们这次群雅 那我就打上群雅两个字 另外呢字的大小 你再去设定你要多大就多大 我要什么字形 由你自己觉得不要太大哦 注意夜首本身就不是要以字多大来那个的 主要是只是让人家有个辨识 一个辨识 好各位你看一下 如果我现在打上群雅了 OK了以后 那么呢我们回到 夜首及夜尾的设计 这按钮按下去 我们按一下关闭夜首及夜尾 我把它关闭一下 OK那各位注意看哦 我们的群雅两个字啊 他就会比刚刚出入的时候还淡淡的 他会淡淡的 他不会太深淡淡的 那你看第一页有群雅两个字了 对不对 我们到下一页 你就会发现每一页 上面都会出同样出现群雅这两个字 好所以 啊 你可以放我们的你们公司的名称 可不可以放图片啊 可以的 如果你需要说哎我们公司有logo 有自己准备自己的三标 那可以哈 那我们再举个例子 来各位再请看 那么呢我们呢再一次的去编辑一下 哦我们到插入的夜首 哦编辑夜首啊 来各位请看哈 他要把夜首又打开来了 今天假如不是要打字 而是我要输入图片 哦那可以的 那各位呢 其实哈 你要打字 中间有字 啊旁边有图片也是可以啦 好啦我顺便教你好了 假如我现在中间有字 我已经打完了嘛 我希望在他的右边啊 放一张图片进来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logo 可以的 那怎么办呢 你呢 字 现在打完了以后呢 你按一下你们键盘有没有个Tab 键啊 Tab 好 Tab 键呢 Tab 键这边哦 Tab 键 哇他就往前哦 应该他会把他往前往前挤 我再用定位哈 稍等一下 Squade Squade 好 我用Tab 键的话是可以跑过去了 但是他跑 我发现他好像就不 就会被挤到那个旁边去 可能要设定位点 比较方便 好没关系 我就先用这样做好了 来 我们看一下哈 先靠右好了 没关系 先把图片先放进来好了 我再用 好 我把它割开哈 来 我们把它插入一张图片哦 嘿 我先随便写一张 呃好 虎尾熊好了 一开始啊 图片很大哦 那不要紧张哦 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好 把它缩小 嗯 ok 我先把它缩小哈 然后呢 嗯 你呀 我们是不是有教过各位呢 我就用另一个方法比较快好了 很 因为只要放右边而已 我们就用这个文绕图啊 有没有看到一个文字在后 记不记得 他可以变自由 变什么样 自由移动对不对 我按文字在后 好 然后呢 你把它放在 右边 但是不要放 太旁边哦 到时候可能印刷会切到哦 嘿 好 我就放这边 啊 这边我的自重就不管他 我本来想用定位点 不明不理想 我就直接用自由 自由的位置好了 好 先放这里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假设这就是我们的logo 哦 啊 这是各位的公司的名字 好了 现在呢 如果 啊 ok 了以后 哦 我用文绕图的文字在后 让图片变成自由的移动 你再把它抓到旁边去 放在你要的位置 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哈 当我们呢 在关闭 好 按铁按一下设计哈 关闭夜首夜尾的时候啊 那你就会发现呢 哦 那么他会淡淡的哈 夜首就是这样子哈 好夜首夜尾就淡淡的 他不会太明显 ok 那我们看一下每一页 你就会发现啊 每一页呢 都会有固定的图片 跟我们的名字 名字刚刚就有了 我像图片的部分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在 列印之前 你针对你的文件 你可以做这些额外的这些动作 我想比较重要应该是页码 页码 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的 好 那现在我们去列印的哈 拿哥我们看一下 列印的话呢 请到左上角 这个圆圆的地方把它点下去 这边呢 有个列印哈 你直接把它印 你直接把它按下去就好 没关系 直接按下去 好 各位你看一下哈 这边啊 主要是让你做设定的哈 他比较简单 他画面蛮简单的 第一个 你要先选到你的印表机的名称 你们家如果有印表机 而且如果有安装 OK了 应该在这边 会选到你们公司 或者是你们家的印表机的名称才对 好 所以你一定要确认好在这里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呢 要印的范围 请注意 所有的全部 什么叫全部呢 我现在这份文件 如果有三页 有四页 全部的话 就是全部一到四 全部印出来的意思 如果是本页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画面显示在第几页 就是把那一页印出来就对了 那页数呢 就是代表你要印哪几页 比如说我选一之二 好 那就代表我只要把第一页 第二页印出来就好了 好一到二 一到二印出来 那如果是一 逗号 好 看一下好 他是顿号 顿号 一 顿号 好 这顿号我觉得好 这个怪怪的 以前都是逗号 以前都是逗号比较多 一逗号二这样子 那么呢 如果这样代表一跟二 比如说这样子好 三好了 那一逗号三 代表第一页 跟第三页 第一页跟第三页 好 那各位你看一下底下提示你 底下提示你 那我想啊 这边啊 主要是要告诉各位是说呢 你呢在印的内容可以有所设定 不见得一定要全部印出来 不见得一定要全部印出来 甚至于这边还有一个选取范围 各位有没有看到 什么叫选取范围呢 他现在不让我选 好 我先按取消 好 各位你看哦 譬如说假设我其中好 我随便打一个句子好了 打一个一串英文字好了 好 我现在呢只想印这边就好 其他都不要哦 也不是这一页哦 我只想把这这一两这些字印出来就好 我选到这些字 我只想把它印出来就可以了 其他的不要印 那这个时候呢 你要先把你要印的先选起来 那可能是一小部分而已 像我这样子一小部分而已 不是要整页也不是这一页 我只是这一页里面一小部分要印出来 那各位你看 这边就可以选 选取范围 他这时候就让我选了 为什么 因为他有侦测到我有选到东西啊 好 所以他这边这个选项就让我选 我可以只印我选到的东西就好了 所以这叫选取范围 所以到底是要全部呢 还是要目前显示的这一页呢 还是你要哪几页 一到几 或是用逗号分开 那这些的差别呢 那么刚刚我们有讲过了 那再来就是说呢 选取范围 你要选这个的话呢 那先前的动作是 你要把你印的 要先选起来 好 你单独的只想印到某一些部分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选到了这些范围 他这边这个选项才会让你勾选 好 才会让你勾选 OK 再来就是说分数啊 一般来讲都是印一份而已啦 好都是印一份而已 好 比如说我选全部 好了 一般来讲都是一份 如果两份三份升聚更多啊 那这时候各位就要考虑要不要自动分页 什么叫自动分页呢 同学 比如说我有十份好了 同学我现在这一份文件有几页 四页 好各位 自动分页的差别在哪里 哦 对 如果你打假设你没有自动分页 没有打勾 那他第一页呢 光第一页就印十张出来 第一页就印了十张 再开始印第二页再印十张 再开始印第三页印十张 这样懂意思了吗 那如果是自动分页呢 那他就会一二三四 这样算一份 我这一页 我这一份文件给我四张嘛 对不对 他就一二三四 一页二页三页四页都各印一张出来 那是不是一份了 再来再印第二份 一样一二三四 这四页通通都印出来 这样叫第二份 这样懂了吗 这样叫自动分页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哦 自动分页如果打工 那他就会怎么样 我这份文件给我四张嘛 那他就会第一页 第二页 第三页 第四页 你拿起来就可以怎么样 装定了对不对 好 那你要注意哦 请问他会 你要注意到这一点 第一 二 三 是那请问同学 他会 他你要注意他列印的时候 是先印第几页哦 听懂这意思吗 他如果先印第一页 再印第二页 再印第三页 再印第四页 他心问谁在最上面 那你敢装定吗 要怕我们再找我看吗 听懂这意思吗 所以你要考 你要仔细的你先 我会建议说你先印一份出来看 因为呢 有时候哦 这个 有时候列表记里面 他自己就会设定 他会从比不开始 比不开始印 有些没有 他就第一页就先印出来 懂我知道吗 所以你先印一份看看 如果你 如果说呢 你不要 我印个 比如印个两 印个两 两份 你让他自动分页 尝试看看 不然的话呢 我就告诉各位 有个地方去设定 那设定什么 反序列印 他获得有一个设定 叫做反序 同学什么叫反序列印 就是往回印的意思 那往回印是不是 自己四页在最下面了 所以这个反序列印的话 你等一下 我给你讲在哪里 你去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怕说 他万一他一第一页出来怎么办 他一第一页就被压在下面了 那你就去把那个反序列印 把他打勾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给你讲在什么地方 总之呢 各位先了解 什么叫自动分页 不分页是什么意思 要分页又是什么意思 你先了解一下 OK 所以呢 通常我们当然都喜欢自动分页 我们只要拿着那个定数机在旁边等就好了 硬完 硬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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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好 再来 那么 除此之外呢 底下呢我想就没有什么 比较需要太注意的地方 用他的 用他的线程呢 其实就OK了啦 好 像什么列印内容啦 有这些 还有什么 范围内全部页面啦 这些 其实呢 基本上 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边啦 有一个显示比例 这是比较特殊啦 譬如说呢 他希望 各位呢 哦 譬如说你 你是很贴的啦 你希望哦 一张A4的纸哦 能够印两页 各位不是两面哦 是一张 一张A4的纸哦 上面印一页 第一页印上面 第二页印下面 听懂吗 很Q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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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画面就变得很小 你也感恩啦 好可以 那你这不就选2 听懂吗 每一张纸就帮你印两页 这样懂了哦 那注意一下就是说 你你们家的印表机 有一些很棒的 他可以真的可以印一张两面哦 懂意思吗 他可以设定有的 那个印表机 比较高档的可以一张印两面 就是正反两面的那一种有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怎么办 老师我们家哦是扑通扑通的印表机 可是我有想节省只张一张哦 印双面 正反两面怎么办 这边有没有看到 手动双面列印 够款的 这边打工 手动注意这两个字 是不是叫手动 但是他印第一张出来之后呢 他就贴了 他会显示说 起 翻到背面 你就拿起来 翻过来放上去 他已经确定 他就帮你把 帮你把背面印出来 你看看 所以他应该讲手动哦 所以如果你累死了 不要怪他 他应该讲手动 听懂吗 所以如果你有100页的话 你要翻几次 哦 就跑给自己来择了 所以像这种 你要考虑你们家的印表机 像我们取调的印表机 它本身就是影印机 它本身就有个功能 在设定的时候呢 不是在这个画面设定 它本身是在印表机本身的设定 对设定自动 自动印成一张两面 那应当别的问题 OK 最后呢 我们 来看一下选项这里 所以这边大致上都没有什么太大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 唯独就是说 因为呢 我现在没有办法设定到印表机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印表机 有时候我们内容按下去 你们的印表机 通常 可以设黑白列印 黑白列印 各位知道吗 就是说 我的文件虽然是彩色的 可是我会想省墨水 你们这样的印表机的后面那个内容按下去 其中一定有个选项是可以选黑白列印 你知道吗 灰阶啦 那个可以省一点什么 可以省一点墨水 好像OK 好 那你翻过再去设定就好 最后呢 我们按一下选项 选项这边呢 是跟列印有关的 哈 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这边哈 嗯 其中好看一下 跟我们比较息息相关的就是 看一下 哇 他的这个 还是在进阶 看一下 我要找那个反序列印哈 等我一下 这边有了 各位呢 你按选 如果你按选项进来哈 你按一下进阶 按一下这个进阶哈 按一下进阶呢 你能往里面找 找到列印的这个选项 其中就有一个反序列印 看到了吗 这边有个反序列印 反序列印 就我刚刚讲的 如果你有你有 比如说你像我这个事业 我就是强迫他一定要从第四开始 他就四三二一 这样了解哈 这是反序列印哈 另外呢 各位呢 注意一下 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的上课 我们在做美光文字的时候 我曾经提到的句话说 我们美光文件可以设 页面色彩当背景 记不记得 可是你印的时候是印不出来的哦 你如果要把它印出来的时候 记得要一个地方去打勾 我现在跟你讲在什么地方 来 各位看一下 显示这里啊 显示这边 按一下显示这里 显示这边的话 你注意看 这个的选项 你把它打勾一下 这边 列印背景色彩 及影像 高款点 这边 列印背景色彩 就是我们的页面色彩 你如果没有打勾 他是 不会印出来的 为什么各位知道吗 因为早期 获得可以拿来做网页 那个页面色彩是拿来做网页背景 所以呢 基本上呢 网页没人在印的啦 网页没在印的 你知道吗 没有人在用 用电脑 用的印表 去印出网页嘛 所以 基本上我们页面色彩是 属于背景色彩这一种 所以他没有在印的 他如果真的要印出来的话 这边打勾就可以了 列印背景色彩 好了 那 这个两个 需要比跟我们较息息相关的 我们就讲到这边 请问有没有问题 好 相关的 如果各位将来在影印方面 或在列印 把列印方面 如果再遇到什么问题 你再问我 或者你直接上网查一下 到google去查一下 也可以找到很多 比如说你在google檔 或者列印教学 哦 他就一堆 就跟你讲要怎么列印怎么列印 好 了解了 其实各位 各位呢要慢慢习惯 在网路上学习 好 网路上有很多东西值得各位学习 并不一定 一定要在课堂上 OK 我们很多 我们帮很多同学解决问题 都是在网路上帮他查询资料 得到了一些问题的答案 来帮助同学解决问题的 所以各位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在网路上找到你要的答案 好 好 以上啊 那么我们 握的的部分就先做到这边 好 那我们先 到这里以后 我们就先进到我们的 excel的部分 那 请各位呢 好 好 这可以关掉了 来 我们现在呢 请各位 把我们给各位的档案 请你把它打开来 在哪里 你是不是扣到你的水深碟了 然后把电脑点两把电脑点两下 好 请你把你的水深碟打开 好 然后呢 请打开我们今天的资料夹 3月15号0315 里面有一个0315 练习01 到买点 好 来 请各位把0315 练习01打开 好 点两下打开 好 呃 我先快速简短的 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excel的部分